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牵涉到一些很嚴重的 moral hazard 究竟立法会开始搞公庭会或咨询 去看各行各业对于加热烟和电子烟禁烟条例的看法 在其中一天,有一些港大学生 去了立法会举行支持政府修例的请愿行动 后来才发现这班护理系学生 接受了港大护理学院的电邮通知 鼓励他们参加这个请愿 而他们参加了这个请愿 只要申报或得PETSS活动学分 不知道这些是什么 可能是他们的系统或学院或大学 总之有一些实习分 未必是实习分,有些要参与活动分 你如果有参与活动,就可以免了那些请愿 这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方式 好了,那问题在哪里呢? 我看完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也不理会是否在港大会是什么 那么蛇齿饼粽呢? 第一个反应就是蛇齿饼粽 就是哄一些人 或者有因他们去做一些政治的政策上 影响到政策,影响到政治结果的一些事 我觉得是很厌惑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还要在大学上搞 那就更加不可以 一些背景大家先 其实你说透过一些学分或者课业要求 去鼓励一些学生去接触这个社会 或者为这个社会提供一些服务 是一向都存在的 譬如通识波的,DSE的通识波 它就是有一些所谓课外学习 就是你可能去做义工 或者去接触低下阶层 那你就可以拿到一些要求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都跟你们谈过 你们直接觉得反对 我现在上课学习 你为什么要去接触低下阶层 做义工 那个问题就是有几个东西 一个学习的地方 至少我举一个比较远的例子 我记得以前我看胡诗的自传 他说他在美国读书 他的学科要求 是要求他支持一个政党 你去参加那个竞选 支持 你可以选民主党 或者选共和党 总之支持一个 任何一个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分 因为你投入社会 是这样的 他做Cornel的时候 需要这样做 很多年前 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就是说 其实你去参与社会 或者做义工 那样东西 是可以作为学分的一种 但是你应该是 你是支持或者反对 你都是可以留学分 而不是你只能够做一个男性 但是他们在港大 互理系 难道去到我支持什么 就是C老师全部都 所以问题就是活动的问题 你去接触一些老人家 你去卖旗之类 这些可能小学都会有 那你是对这个社会整体有益 所以起码没有人会受损 就算你说卖旗 是某一个团体去卖 你不会令到其他团体的卖旗 效果受损 但是你去鼓动一些学生 去参加一个活动 是会损害某一个团体 或者某一个立场的利益 这个就很有问题 如果你有52个活动 可以参加 如果有52个活动的话 他一定有得选 他一定有得选 他可以不选择这个活动 但是问题 就算可以让你选择 你都不应该选择一个活动 是会伤害到其他组织的立场 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自己很驚訝的一个地方 是什么呢 你去一个立法会做请愿 而你去请愿做那一件事 是在坊间很有争议性的 你说反毒品 我自己觉得也可以考虑 因为起码合法 这件事是未合法和不合法 未决定的 而坊间有很多人认为 这件事是不应该完全禁 是应该考虑它是要有一个规管 在这个立场 在政府都未定的时候 你去派一班人去搞一个示威 我整个对于大学学界的形象 是完全破产的 刚才Kelvin说 这个就是蛇齿病种 我不是想蛇齿病种 我是想什么 这个就是国民教育的翻版 国民教育就是要求你支持某个立场 你可以说爱国是一件好事 认识多些我们的国民生活文化 培养中国的自由感归属 那不是一件好事 但问题是没有去到容许其他人去质疑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比国民教育更恶劣 因为你说爱国就真的很多地方 国民教育是有爱国的 但不是很多地方 是电子衣 电子衣 这件事是国民教育的 只不过在香港这个国民教育 大家是很反对共产党政府 所以会牵涉到这么大的问题 如果你假设国民教育 是在一些自由民主国家发生的话 大家的反应不会那么大 但是这个就更加强热 我的角度是 可能有一些都不是私怨 但我马上联想到 因为现在我们的局长很推行 一直都很压烟 觉得要压烟 传统烟要压烟 什么都压烟 他就是这间大学的部门出来的 是啊 他就是香港大学的回理系 我很难不去联想到 为了取悦这个局长 接着就去搞一些组织 令到局长有面 回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之间有什么利益 可能多些budget 也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性 你只是判多些东西 给港大护理学 都已经是一个利益 所以也是阿公的利益 整个护理学 但问题就是 如果整个学生去做一件事 是为了整个部门的利益 那算不算是 你没问题 你整个部门去为你的部门的利益 你需要帮别人就钱 没问题 但这个问题就是 你现在是落分 你现在是当作货业要求 这个就是不能接受 什么叫教育 我经常都说教育是什么 教育我们就是要公正 教育我们知道什么叫成实 这个很明显就是bisonic 教育中的重要是你们全部都错了 你们两个教育中的都错了 教育中的重要是什么 budget 对于教师来说 对于学生也是 对于学生也是 学生不是 学生多些资源 多些资源 有很多资源都会令学生更加痛苦 你有更加多资源 买更加多的教材 我以前小时就知道 你给更加多的教材 我们就要做更加多的功课 资源有时小是好些的 是 老师没什么好教的 但是更加多是前途的 这件事情可能是 亦都跟前途无关 他教了什么 他教了什么 不知道填多几份 真的会行得好吗 我们会这么痛斥蛇叉病种 你觉得蛇叉病种 你觉得蛇叉病种 不懂东西 学生的时候 他还在 你就用这些利益相信 他觉得接受了这件事情 情况是这样 我其实都没有痛斥蛇叉病种 是你们 如果有人给 我曾经试过和白允琴说 白允琴说你支持我的选举 其实我支持你没有问题 如果有人给20元拿的话 我会投给对方票 而不会投你票 因为你的价值来说 20元投票的价值 比较大 我可以接受 你有对蛇叉病种不同的立场 但你不能够在这个系统 搞蛇叉病种 这才是问题 你去鼓吹那些学生 去做一样东西 然后你用利益去引诱他 你令我立刻想起什么 原来整个设计都是这样做的 是呀 有一次的 这是一个很丑恶的地方 但是 教育 我们不是 我不知道 可能你心目中的教育 就是令他认识社会最丑恶的东西 之外 还要学习这个游戏 一出来就是做最善罪人渣的 实际就是这样 你要做到这样 你才叫做成功 但是我呢 我现在不是因为我现在出样 看到的螢光望 我才说这些 我真心觉得教育是有一条底线 底线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有什么是邪恶 但你不能叫我做完 我做不做是我的选择 你现在用这个方式来说 他说这个是自愿的 他说这个是自愿的 很简单一件事 很简单一件事 我对着传媒 我可以知道这个访问是会被院长看到的 我会不会说不是自愿 用脑子也会想到 整个最丑恶的机制是放在这个地方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你在大学内有没有教学生 医什么人 你为了份量而已 最好用这些方法 哪个病人对你坏 你可以有些方法令他失败 刺得他痛点 不帮他换片 你会不会教这些东西 你现在在做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应该教 如果你说 我就要让他知道社会弱肉强 有多数 教他如何做一个贱架的护士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教育不是这样 而再进一步我想说 这些这么邪恶的东西 不要说周显大师 就是金丝带 很简单 我也是有利益 我就叫他做什么 黄尸带这些泛民 他们在这一件事有什么立场 虽然我们录影的时候 还是上早 因为4月13日才发生这件事 我真的很有兴趣知道 下个星期 可能这个节目播映的时候 这些医学界代表 譬如郭佳琦 陈佩妍 或者这些所谓很有道德的泛民 例如反对电子演技演的公民党 你们会谴责这个 港大会议学院 如果没有的话 这些全部都是我直接说 就是斯文败类 喂 你们很喜欢说什么 反洗脑 反政府 用什么方式去破坏 我们香港的核心价值 蛇齋餅种 我不要说周显大师说 周显大师可能觉得在我的标准 喂 在你们泛民标准 这些全部都是十大罪状 这个状况是这样 泛民从来没有反过洗脑 他只是反到他的手头的鱼 给别人的鱼是洗脑 我洗脑是没问题的 反洗脑的意思就是 反对给别人的 我不喜欢洗脑 我洗人脑就可以 你洗就不行 其实所有反洗脑的问题都是这样 洗脑是由洗脑权 谁掌有洗脑权 其实就是掌有了下一代的政治话语权 为什么洗脑权在对方手上 而在自己手上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仍然觉得 你这班人常常都杜貌案员 站在道德高地 这件事你不作出一个 和你那些蛇齋餅种 同等的止痛 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你们这些学生家长也是 我不是说你们应该走遮掩 这些事情 护理学院做又没事 你这些孩子突然说是犯法 其实那些教师团体 是不是应该出来说话 那当然要 那些教师团体是好犯吗 对啊 你叶健元那些事情出来说 你这些道德伦亡 不要说什么电子业 你现在就是道德伦亡 你现在会用一些成绩去利识 一些学生去之前某一个政治立场 你们会不会出来 叶健元、郭嘉琪、陈佩妍、公民党 如果下个星期我见不到你 我随时做多次节目 我再开名去质询 这些道德伦亡的情况 一些我心目中很纯极的 当然很夸张 很纯极、很正确的校园小天使 让你们这样去污辱 这样去沾污 护士、护士、护士、护士 对啊 白衣天使 你记得 白衣天使 现在沦落到变成恶魔 那有没有可能 你不出来牵诈 我就在等你们 OK OK